大家好,初夏时节,今天来到纽约曼哈顿区最上部的一个街区,华盛顿高地 这里呢也是一个多主义的社区 好,一二三,现在就开始扫街了 街道的名字,扫一个 站在路口扫一圈,今天真是春光明媚 最高温度24摄氏度,最低气温都是有14摄氏度 那华盛顿高地呢,这个地区呢,它是以华盛顿宝秘密 这是美国独立战争期间,由大陆陆军军队在麦哈顿顿岛上的最高的自然点建造的防御公式 继续往前走,去华盛顿大桥看一下 走到178街这里,大家看正前方就是非常有名的乔治华盛顿大桥 好,往前走,近距离的看一下 往前走,来到高架桥上来拍一拍 那乔治华盛顿大桥呢,又简称华盛顿大桥 是一座位于美国纽约市曼哈顿与新泽西州礼宝之间 跨越哈德逊河之间收费的悬所桥梁 以及纽约市的重要的交通通道 可以看到95号洲际公路 1号美国国道,9号美国国道,46号美国国道 等重要的交通公路均要行至此处 华盛顿大桥呢,分为上下两层 它上层是1931年10月份开通的 它的下一层呢,是1962年8月29日开通的 可以看到这个车来车往啊 华盛顿大桥的车流量呢,使之成为世界上最繁忙的桥梁 与旧金山的海湾大桥相似 在2006年的时候呢 华盛顿大桥成为全美排名第四场的选所桥 另外呢,在华盛顿大桥的两侧呢 还有两道这个人行道 桥上的时速限制呢,为每小时70公里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桥它上层有双向共8线道 下层呢,有双向共6线道 一共有14个线道 刚才在华盛顿大桥中间那个河呢 是哈德逊河 对岸呢,就是新泽西州 所以过这个华盛顿大桥呢,它是要收费的 费用已经又涨价了,好像 那一个桥的特写 好,过马路 在路客扫营区 那华盛顿高地这个区域呢 还是范围比较大的 它的北边呢,是戴克曼街的 英武德 南边呢,是第155街的哈林区 中边呢,是哈姆来河和库根布拉夫 那东边呢,也是哈德逊河一席 在79街街角树 对面这座教堂是圣里路德主教教堂 该教堂是由威廉奥里佛 李伯里牧师于1893年创立 他曾担任附近问及女孩避难所的牧师 教堂的名字少一个 那后面这个赫里路德主教教堂呢 在去年2021年的时候 被列为纽约市的地标 道路两旁的公寓大厦都是古香古色的 因为华盛顿这个高地的区域比较大呢 所以我今天就从中间的这个华盛顿大桥 一直往北走 南边呢,一会儿有空再过去拍 街道两旁是绿树成荫 投放共享当车的车子 那接着说 当年建设这个华盛顿高地的目的呢 就是以保护该地区免受英国军队的侵害 华盛顿高地这个地区呢 在20世纪之前呢 人口比较稀少 街道两旁的公寓楼 入口比较狭小 但是呢,都是非常的干净 那接着说 豪华豪宅和独立住户住宅呢 在1900年代初期呢 在华盛顿这个高地得到了迅速的发展 因为华盛顿高地 它通过A号、C号和1号地铁线呢 与麦哈顿其他地区相连 作为一个拥有许多爱尔兰和东欧移民的中产阶级社区呢 这个社区住着许多的德国犹太人 希腊裔美国人 波罗尼哥人 古巴裔美国人和俄罗斯裔美国人 这是一个多族裔的社区 前面这里是一家面包店 在整个华盛顿高地1960年代和70年代呢 这是一家洗衣店 随着黑人和拉丁裔人口的增加呢 白人居民开始离开社区 前往附近的郊区 这里是华盛顿高地 西180街和百老汇大街的郊汇处 来路口来扫一圈 那接着说 这时候时间来到了1980年代 多米尼加裔美国人成为这个社区的主要群体 使该社区呢 在21世纪成为美国最著名的多米尼加社区 这里还有一家幸运新中仓馆 今天天气好 这边好多摆摊的小贩 路边摊的生意 还是没有我们华盛社区繁华 这里有一间好大的商铺空掉了 等待遭租 街角处有一间麦当劳 这里是西181街 那网上说呢 虽然犯罪率呢 在1980年代和1990年代 可卡因危机呢 成为这个社区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 那网上也说呢 在2000年的时候呢 这个社区的犯罪率问题呢 得到了很好的解决 现在这个社区呢 还是一个比较安全 和适于居住的非常好的一个社区 大家看道路两旁的公寓 都是古香古色的 非常的好看 好 过一个马路 修道院和博物馆在附近去看一下 街边免费做新冠肺炎的检测点 最近纽约的这个疫情啊 又反反复复的了 现在呢 华盛顿高地附近有很多高档的公寓楼 哇 前面有个加油站 看一下汽油的价格 大家看 现在纽约每家轮的汽油是4块9毛5 在去年纽约的油价才2块多一家轮 涨了一倍 这里是华盛顿高地的警察局 这是一家洗衣店 纽约很多人家里都没有洗衣机的 过了一圈 发现华盛顿高地这个地区 很少高建筑的现代建筑 对面那个停车场比较新 是多层的 这对面也是一栋有历史感的公寓楼 街角处 这里是一家旅行社 现在纽约很多旅行社都开门营业了 虽然华盛顿高地这个地方缺乏现代建筑 对面这种建筑是一个小学校 还有很多同学在球场 这里也有一家加油站 每家轮的油价是4块9毛9 对面一栋古香古市的公寓 这里是西188街的路口 对面是小学校和一座教堂 今天的天气很好 不冷也不热 继续往前走 那网上说呢 华盛顿高地的高层建筑呢 其中多大部分呢 是属于纽约长老会医院 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 和其他的高等教育机构 包括叶斯瓦大学和博里库里亚学院 对面也是一排古香古色的这个公寓楼吧 应该是 那华盛顿高地这个地区呢 也有很多旅游景点 包括奥都邦露台 莫里斯珠美尔大厦联合宫 奥都邦宴会厅和华盛顿宝大道 以及军械库 那因为时间有限 可能这些地点呢 就要下次来了 公寓大厦的门口 都保留着上世纪的风格 墙壁上都是有雕花的 我觉得比纽约的现代建筑要好看 网上说这个社区西班牙裔占百分之六十四 白人占百分之二十一 西州裔的朋友呢 占百分之七点五 亚洲人呢 占百分之三点五 其他各族裔呢 占百分之三点二 有的空调 外面有个铁的防护栏 这样比较安全 但是有的空调就是这样 单独的挂在外面 大家看外墙上面 很多外挂的小空调 那有名的华盛顿堡公园呢 也在附近 香古色的公寓大门 那华盛顿高地附近呢 还有有名的历史地标 小红灯塔 高桥水塔和回廊 公寓大厦外面 这个铁的梯子呢 是防火的通道 如有火灾呢 大家就从这个铁梯子逃生 这里是华盛顿高地的崔恩堡公园 那这个公园呢 是美国独立战争中 华盛顿战役的地点 那这个崔恩堡公园面积非常大 有67英亩 这是崔恩堡公园的外围 那在1931年的时候呢 洛克菲洛家族将这里捐赠给了纽约市 华盛顿高地 一些老小区的绿化也做得不错 草坪 绿树 花朵 这对面是190街地铁站 网上说在欧洲人来到华盛顿高地 这个地区之前呢 是印第安人住在这里 刚才我拿着手机在这里自拍 有一个白人女的是孔雀开屏 自作多情 非要说我在拍她 我还气得不得了 我们要报警 我就把手机拿给她看 她结果一看 视频里面全是我拍的我自己 她以为自己是美女 很失望 小区的绿化环境还真不错 其实就是印了那句话 同性相识 异性相惜 对不对 女的见女的 一般都是气过暖胀的 街角处对面这座教堂 就是修建于1928年的路德教堂 贝勒尔大街178号 今天没有开门 教堂的一侧 还有一个小公园 红砖墙的公寓大楼门口 我觉得这种朴实的红砖墙 比纽约现在新修的那些 现代化的大楼要好看 大家怎么看 每栋公寓门口都是盛开的鲜花 这些老公寓沿街的一侧 都有园林的绿化 现在下午两点半了 今天是工作日 街上的行人很稀少 街边看到一个天梯 看到这里也有点感觉像在重庆一样了 有点山城的感觉 刚才还看到邮递员爬上去送信呢 这里看到一辆共享电动车 很少见在纽约 街边到处都是盛开的鲜花 拍了这么多社区 感觉最热闹的 还是我们华人的社区 今天也是天公作美 我过来是181街的地铁站 旁边有很多人捐赠的免费的图书 感兴趣的可以来这里领取 地铁站的木门也是保留了历史的痕迹 在两栋公寓楼之间 这有一个巨大的岩石 围起来了 现在我又晃到了西181街了 眼前这段建筑呢 是修建于1908年的 华盛邓宝学院教堂 大家看它的风格 是有一点那个乡村式的 歌特式的建筑 这是教堂的名牌 网上说这座华盛顿堡学院教堂 在2013年的时候呢 进行了重大的翻修和扩建 教堂过来 这里是一个免费的食物领取处 这是华盛顿堡学院教堂的另外一侧 教堂里面还挂着横幅 黑人的命也是命 透过铁栅栏拍一下教堂的院子 这边随处可以见到这种 非常古朴的公寓大楼 走过来 这里又是一个非常古朴的地铁站入口 181街地铁站 华盛顿高地的朋友们很喜欢读书 这里又有一个免费的图书领取处 班尼特大道上 这里又有一处班尼特公园 这个班尼特公园 它是以詹姆斯戈登班尼特的名字命名 它是1835年创办纽约先驱报的报纸出版商 公园占地面积1.81亩 公园门口免费做新冠肺炎的检测站 这栋建筑是西185阶的一个教堂 这个教堂呢 它是一个犹太人的教堂 这是教堂的牌子 好 继续走 到前面的修道院博物馆看一下 对面也是一栋老的公寓 这种红庄头的公寓在华盛顿高地是随处可见 我觉得是非常的好看 好看过现代的这些建筑 这也是一栋老公寓入口处 又是一栋百年老公寓的入口处 前面是西194阶 街角处那棵大树 好像一棵巨大的盆景一样 走过来这里呢 就是卡布利尼神社 好 进去晃一圈 这是门口的牌子 拍一个 从小铁门进来 眼前的建筑就是圣弗兰西斯泽 维卡布里尼神社 它修建于1957年至1960年之间 它是献给弗兰西斯泽 维扎卡尔布里尼的母亲 它是1946年成为第一位 被罗马天主教会撤封的美国公民 网上说 1933年 随着卡布里尼尼母亲的圣徒事业的 加速发展了 它的尸体被从农村的坟墓中挖掘出来 后来放到了华盛顿高地的成功学院小学 后来呢 暂时被移到了现在这个神社里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己来参观 卡布里尼神社 尖死的石头围墙 走过来这里就是春宝公园的正大门入口处 进到了春宝公园的里面 因为那个修道院博物馆就在这个公园里面 进去看一眼修道院博物馆就准备撤退了 公园里面的苍天大树 像一把天然的巨大的遮阳伞 横跨这个小路 过一个石桥洞 这个公园是巨大呀 扫一圈公园的景色给大家看一下 修道院博物馆就在我的右侧方 今天的风很大 树叶吹得花花的响 正前方是修道院博物馆 春宝公园也被列入美国国家历史名录 这个公园也是纽约市的地标 走了半个小时 终于到了 这个修道院博物馆进去是要买门票的 公园里随处可见的百年古树 眼前这栋修道院博物馆也是罗曼复兴式建筑 眼前这栋修道院博物馆呢 它是修建于1930年 其外观呢 是模仿中世纪欧洲的大修道院 今天人不是很多 来个特写 建筑的部分材料呢 是从法国运过来的 坐公交车M4也可以到这里 时间有限 我就不到修道院博物馆里面去了 它这里的门票呢 是你进去参观 然后随意捐赠 你起码也得捐赠个五块钱吧 前面两个童子哥 在修道院门口 等这个公交车下山 因为甩活腿太累了 坐车下山 我这个卡呢 是地铁 巴士 通票 一个星期33块美元 随便坐 连华盛多 我们到地铁区啊 很少看到 雅正门的面孔啊 基本上都是外主意的 这边的跑车下山 起码 雅正门口 我看到最后 他会在超胃吸引 救过车大的